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丁曹与家人 在简运新北投站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北投有什么好玩的吧 大家说一下在简运站一出来呢 下方就是七星公园 除了七星公园之外呢 还有新北投火车站的一些造景可以拍照 除此之外还有地下街有一些市集可以逛街哦 我们今天有一些吃喝的美食 现在来到了新北投火车站 这个火车很不一样 超酷 这台火车有冷气 出战时光 这个超级老旧的电视机 超排球 可爱 新北投车站 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市集可以逛哦 前面就是抓宝胜地 再来搭格兰文化馆 超酷的耶 这里有一个北投儿童乐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过 好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呢 因为他们是在排北投温泉博物馆 这个地方是北投公园的露天温泉浴池 所以非常多人 自己的全职是青黄泉 而且刷悠悠卡就可以入场哦 票价全票是40元 旁边就是梅亭 防空豪迷宫 大家有去挑战过吗 这里就是北投溪 现在准备前往地勒谷 银行桥的旁边就是通往地勒谷的方向 一个是温泉蛋哦 一个15块 它这个有各式的那一种 像是鹅蛋 鸟蛋 它有像是茶叶蛋的概念 好好吃这个感觉哦 我的温泉蛋 北投温泉蛋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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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泡下去好像很溫暖喔 超夢幻的 突然有一陣風它就這樣吹散 然後飄上去就形成一個 小小的這個漩渦的感覺 我跟你們說其實以前 可以在這裡泡溫泉蛋的 但是因為有民眾有燙傷的意外 所以就已經禁止了 而且跟大家說一下不要看這個溫泉喔 它其實呢局部的溫度可以高達90度以上 而且是不是感覺仙氣逼人呢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地勒果 它的面積有三層的管理工室 它又叫青黃泉 為什麼呢?因為大家可以進去來看一下它的泉色喔 它的泉色呢看起來有點維綠的顏色 很像玉是嗎? 在北投是一核成的鹽塊的表面結晶 成為世界上唯一以台灣地名命名的 稀有礦物,稱為北投石 全世界只有在北投跟日本的車前線 日山溫泉有發現喔 對了,這裡只營業到五點 所以我要準備離開囉 這裡真的就是人間仙境了 而且它的硫磺味非常重 你是喜歡泡湯,喜歡溫泉味道的朋友 我覺得這裡會超級適合你 想要買紀念品的朋友也可以在這裡買一些東西回去喔 有沒有看到表面有一層結晶 這就是我剛剛跟大家提到的北投石 就是台灣之光 想一下今天的路線好了 剛剛是從這個新北投站 這樣一路走走過來 會沿著北投西游有很多的景點 來到了第六谷新水公園 接著呢走走走走走到這個地方 是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所以你們會發現其實沿著北投西游 它有很多的景點都可以去逛 這個是非常老牌的飯店 可以去尋覓喔 在這個身後呢 就是北投公園的露天溫泉泉池喔 那為什麼叫做千禧湯呢 因為它是在1999年的12月開放給大眾使用 那時候又是千禧年 所以叫做千禧湯喔 這個就是北投溫泉博物館喔 這個是台北市立圖書館 台北市立圖書館的北投分館我來了 這個 穿上了和服或是浴衣 是不是非常的適合啊 好在旁邊也有這一家 SUSU 蔬食料理 有興趣給我們也可以來這裡用餐 逛街逛咧 是不是覺得肚子有點餓的呢 除了剛剛有溫泉小吃之外 這裡像是滿來拉麵啊 還有剛剛我推薦的蔬食餐廳之外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搭捷運去吃北投的美食 這個捷運超可愛的 好特別的捷運車廂喔 這是我第一次搭欸 北投捷運站的旁邊就是這一家 阿瑪菲 我以前都以為它叫河瑪菲 好來看看菜單吧 然後它的菜單呢 基本上它的餐廳是以蔬食為主 然後如果你吃全素跟奶素也可以先告知喔 它的食材都很透明化 然後有拿破裏式的披薩 還有義大利麵 跟燉飯 當然有一些沙拉風味菜 甜點可以選 以及飲品的部分 那很酷 它還有啤酒 今天是南瓜乳湯 然後這個是家點的沙拉 第一次可以用這種來裝喝的沙拉 這個是 青醬的義大利湯麵 就是它一直在冒煙 讓我想到剛剛的地勒浮溫泉 店裡必點的披薩 然後我這次點的是兩個價位一樣的雙拼披薩 一次可以吃到兩種口味喔 不加價 這個是阿瑪菲炒飯 看起來好好吃喔 而且上面有一個蛋 吹彈可破的模樣 跟我的肌膚一樣 然後它就是炖飯 然後再裝在烤 它那邊去烤燒給你烤 然後你看上面的那個蛋 它那邊很痛痛的樣子 好捨不得吃它喔 我凍蛋 我凍蛋 吃吃看然後再進去看一下它這個烤飯 你看 好好吃這感覺 而且它是超米飯很硬朗 有點彈虛喔 它這個超米飯的關係 它的米飯是很有嚼勁 有點QQ的 它的醬汁啊 是不乾的 然後有那個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有點番茄的奶瓜味道 好 大家好我是丁小雨 這是今天小雨呢 半日遊在北投的日記 那我的日記呢 就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只要從捷運的新北投站出站 就有很多好逛的地方 接著呢 我在最後的尾聲 有回到了捷運北投站來吃晚餐 最後我覺得這裡呢 洛秀館長的時間也很浪漫 所以我又再度回來了 新北投站了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到底喜不喜歡呢 記得要訂閱分享按讚 我要去搭火車囉 掰掰 然後再次去搭檬 你去搭亂 後來搭檢 mlb 如果真的有更多嗎 記得要按讚